经常有人问什么是气息支撑 唱歌或者尾声时为什么要气息支撑 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 讲一下气息支撑的原理和好处 气息的支撑在于横隔膜 横隔膜的支撑在于负横肌 横隔膜也叫隔肌是主要的呼吸肌 它收缩时 隔穷龙下降 胸腔溶肌扩大 以助吸气 松弛时 隔穷龙上升恢复原位 胸腔溶肌减小 以助呼气 我们平时所说的气沉丹田 就是采用横隔膜上下运动为主的负式呼吸 所谓的下丹田 主要还是负横肌在起作用 当吸气时 横隔膜收缩 如果负横肌就是下丹田用力 就会增加横隔膜下降的阻力 从而产生强大的腹内压 当深吸气时 横隔膜收缩 负横肌放松 下丹田会微微鼓起 同样 当深呼气 横隔膜是放松的 而负横肌会收缩 下丹田再用力 要想我们在唱歌或者尾音时 有气息支撑 在吸好气以后发声时 下丹田的收紧 与扩展的胸腔和横隔膜的下降 形成了对抗 这时气息才能有控制的 按我们想要的速度和流量 经过气管和声带 最后通过嘴巴和鼻子呼出 气息支撑对我们唱歌和尾音的好处很多 首先它可以让喉头更稳定 气息更均匀 声音更饱满 其次 气息支撑可以提供稳定的声压 气息的稳定不会导致憋气 进而形成吉卡或者声音变虚 气息的支撑可以降低嗓子的怠长 因为没有气息支撑 气息会过早泄掉 气息不足时强制发声 就会出现吉嗓子 另外有气息支撑时更容易上高音 因为有节制的气息输出 不会给声带过多压力 声带的状态更容易保持 唱高音也就更容易 最后 合适的支撑会带来合适的气压 进而带动声带被动闭合 声音更加流畅自然 声音更干净 如果大家对气息支撑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评论区留言